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你要去相亲第一个 你想先了解了解人家 对吧 对对对 这个Java的前世今生 你得了解一下吧 嗯 OK 这是对我们后续的学习是有一定帮助 是吧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的课程大纲 好 那么在这一节课程大纲里面呢 第一个要介绍了我们就是里源的发展史 对吧 哎 那我们呢这个Java里面的这个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要如何去获取到我们Java开发的一个开发包 哦 这两点 好吧 嗯 好 我们来看第一点啊 Java源的发展史 啊 这样啊 我这里呢把这个Java源发展史啊 这个简单列了一下 哦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好 好 那么SUM公司呢 从1995年正式推出了Java这种开发语言 这时候这公司叫SUM 嗯 那么实际上啊 他是在1991年的时候 这个SUM公司这个Java源的创始人 哦 叫Jams Gosting Jams Gosting 那这个人呢 想在为这个切入式设备 这个呢 开发一些这个小的一些程序 控制程序 嗯 控制程序 那这个时候当时是用的是呢 用 想用这个CIA家去完成 哦 想去CIA家去写 那后来用CIA家写写的时候呢 发现这个 这个CIA家很多人就不支持 没有 需要自己去编写 对吧 很多功能需要是完全的自己去去去封装 哎 后来呢 就说 哎哎 还不如说这个 后来这个封装封装就出来 这个这个 设计自然就出来一个这个 就好像是自己开发的一个语言一样 哦 对吧 哦 后来就 我们就 他就命名为这个叫 OAK OAK 这个开发语言 哦 这个为什么叫Oak呢 这个Oak呢是橡树的意思 橡树 橡树是一种植物 哦 这种植物 哎 据说啊 就是说他这个 这个John Gosselin这个团队里面就既然开发出来了嘛 是吧 就要为这个语言命个名啊 是不是 对 有一天他在这个窗前鸣死苦想啊 想为这个语言这个赋予一个 一个一个好名字是吧 嗯 让他这个能够更好的这个发展 哦 嗯 那么突然往窗外一望呢 哎 看见窗外有一颗很大的橡树 橡树 Oak就是橡树的意思 嗯 哎 然后就说哎 就以橡树作为这个语言的名字吧 橡树 哎 这个意思 嗯 哦 怎么是橡树啊 橡树没见过是吧 对啊 没见过 哎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这个橡树是这样的啊 呃 就说 嗯 据说啊 它那个叶子呢 它是落叶期很晚 哎 基本上呢 属于这个一年世纪长青的 这样一种植物 哦 世纪长青 世纪长青 这是它一个可能用去这样一个寓意 哦 一个好的寓意 好的寓意 还有就是呢 这个橡树啊 它是 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能够开花结果的植物 哦 开花结果 开花结果 哎 那么它接的果子是什么呢 哎 小白你看过有一个那个电影叫那个冰河世纪 有没有看过啊 冰河 哦哦哦 你懂啊 不要人看了 对哎 那里面有一个那个镜头啊 有一个那个小松鼠是吧 小松鼠在那个冰上然后抱着一块那个 那个那个啊 那个东西叫煎菌果 对吧 到了一个煎果啊 前面这个上面长毛后面刮流花了 对吧 嗯 追着它跑 嗯 对吧 哎 那个呢 就是这个 煎果呢 就是这个橡树这个接的果子 哦 叫那个啊 哎 哎 明白了吗 哦 煎哥就是煎哥 懂得真多 哎 煎哥在手 嗯 煎哥在手 天下威哦 OK 好 呃 那么就是后来就命名为这个OAK了 哦 就是一个好运营 就好运营让它翻光大嘛 哦 就这个意思 好 那么后来呢 随着这个 internet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大潮啊 啊 来临了 是吧 哎 这个 那么这个嘉尔以言呢 又对这个internet上 呃 做了很多的支持 就他的一些API啊 可以实现很多internet的一些功能 对吧 哎 后来呢 这个从 呃 发展成94年的时候呢 哎 他就把这个OAK呢 改名为嘉尾 改名嘉尾 嗯 为什么要改名嘉尾 哎 为什么要改名呢 就是说当时呢 他可能想用这个OAK去做去注册 哦 发现了这个被人家注册 哦 哎 注册不了 后来呢 只能说那怎么办 换个名字吧 对吧 那又叫嘉尾 哎 为什么换嘉尾呢 这个可能又是一个有有一定的历史啊 哦 据说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几个这个开发人员核心人员在讨论 他今天要换名字 换一个什么名字呢 肯定要更好的一个寓意是吧 嗯 一个名字 哎 然后这个后来呢 就是说 域名为这个嘉尾 嘉尾是咖啡的意思 咖啡 哎 这个在有一个这个呃 岛啊叫叫抓马岛哦 抓马岛 抓马岛呢是盛产咖啡的 哦 生长这种咖啡咖啡豆是吧 哦 哎 然后欧美人呢是不是经常喜欢喝咖啡啊 对对对对 咖啡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了 哎 对对就每天呢 必须跟可能可能要通过要喝咖啡是吧 哎 体体上什么的是吧 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了对对吧 所以是在人人都知道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叫这个名称 所以说这个有一个这个开发人员 就是说要不我们就叫加瓦吧 就叫加瓦咖啡是吧 叫咖啡可能是想用这样一个 咖啡的这样他的这个名气是吧 能够带动这个语言 让大家去了解 去更好的为大家去 这个知道他 就这个意思发言光大嘛 对吧 是这样来这个 我要是以后我把加瓦学的特别厉害的话 我也开发一个另外一种语言 就叫中国T 哈哈哈 ok 我我觉得你有这个潜力 你必须嘛必须的 有威哥在手啊 对 天下我有 ok 还夸张吧 好 你改的语言叫加瓦T是吧 嗯 叫中国T 中国T ok 好 那么这个就叫加瓦了 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这个安全性比较高 安全 它可移植 可移植 可跨平台 现在可能讲这些名词可能现在还不太理解是吧 对对 那后面呢我们会针对这个名词再去做给大家做解释 好吧 好 下面大家提出这些概念就可以了 嗯 那么呢能解决internet上一些大型应用的一些问题 嗯 就因为它互联网发展嘛 对吧 哦 那么从96年的时候呢 这个加瓦呢这个商务公司啊获得这个1亿美金的投资 哇 然后更加的加速了加瓦一员的发展了 推动它的发展 所以呢从98年推出加瓦JDK1.2 这个这个加瓦JDK就是它开发包嘛 哦哦 然后更名为加瓦 哦 然后最后推出1.3 1.4 哦哦 这个版本就非常快推出了啊 有钱嘛 哦哦 哦 OK 那么05年的时候呢 这有个节点就正式更名为JDK5.0 5.0 哎 这个意思 哎为什么名称变动这么大啊 哎 这个变大呢 可能是想从版本里面来体现它里面的改进非常大 哦 改进非常大 就说这个1.4到5到1 直接就5.0了 直接5.0 它这个版本的跨度 可能里面的增加的功能很强大 哦 增加了很多功能 嗯 就这个意思啊 改进非常大 所以想像通过版本来告诉大家 说我这个里面确实改进非常多 是吧 就这样有意思 然后呢 基本上我们也可以叫1.5 哦 也叫1.5 我们经常在开发中 也可以叫1.5 或者叫5.0都可以 哎 这个意思 那么从07年呢 就推出6.0 然后就叫1.6 6.0 6.0 这样一个 一个版本 咱们这里有个节点呢 就是这个 从这个09年的4月份的时候 09年大家知道是这个金融危机啊 是吧 金融危机 徐减而来啊 这个上公司技术很牛 哦对 哎技术是很牛的是吧 开发这些都很牛是吧 呃 但是可能是都是做技术的人可能比较多啊 这个 经营管理方面可能有一些问题 出现一些问题 哦 经营上面出现一些问题 老亏损 哦 对吧 老亏损就这个不挣钱呢 那是吧 那其他业务 嗯 所以怎么办呢 后来就 呃 4月份 09年4月份 给Olico公司以74亿美元 收购了 哦 哎 所以现在这个Jara呢 就属于这个Olico公司旗下的一个产品 哦 哎 这样的啊 所以这从 那么Olico公司收购以后呢 从11年7月份呢 他就推出了这个 在 呃 叫Jara7 Jara7 哎 就1.7 或者叫7.0 哦 是吧 那你说1.5 1.6 1.7 那我们主要学哪个呀 呃 现在市面上使用的版本应该是这样的啊 就主流的是这个1.6 或者说6.0这个版本 哦 主流 之前那些项目里面呢 可能再用到1.5 哦 这个版本 然后呢这个1.7呢 可能会在一些新的项目中会去使用到 哦 主流的还是1.6 所以我们在这个讲解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以1.6作为我们讲解的版本 哦 然后再设计到一些新特性的时候 我们再会提大家去介绍 哦 好吧 好 是这样的 嗯 那么这个呢 大体就是这个 呃 Jara 语言的一个整个一个发展过程 哦 哎 卫哥 嗯 那你觉得这1.6这个安装包我去哪下载啊 啊这个对啊你要开发这个加网写照程序是吧 一定要有它的开发包就是我们说的这个JDK这个东西是吧 JDK下载呢 因为现在它是由Olico公司是吧 嗯 嗯 那个 旗下的 旗下的产品了 所以呢 我这里提供了一个链接啊 在Olico旗下的一个网站上的一个链接 你一点进去 哎 它就可以连接到这个这个网站上去了 哦 你看Java这就一个它logo就是一个咖啡的意思 哦 咖啡 我们来看一下 我一点这个链接呢 我们手机先打开了啊 就会连接到这样一个网站 对吧 这Olico的一个一个网站啊 我们往下看 你看下面就有这个Java SE的相关的版本是吧 哦 对吧 哎 相关6个版本6 哎 如果我们要下载6的话呢 我就点这个6是吧 一点 哎 这里呢 我先打开了啊 因为我这个稍微慢一点啊 嗯 好 就打开了这个6版本的一个下载是吧 哦 这里6版本呢 是不是又有很多这个小版本了 哦 就是说多少次的更新是吗 哦 如果你要下载这个一般是最新的吧 嗯 最新的这个这个版本更新 我们一点 你看 这就会出来这个 根据不同的平台的一个下载是吧 比如说我们这看这 这Windows x86 这是我们经常的32位的这个这个电脑上呢 哦 或者mew 4位你就下载这个是吧 哦 下载的版本就这个下载就可以了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这里就已经下载过了啊 我就不下载了 好 好吧 嗯 OK 好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下载的 您这个这个 就这么来下载了 嗯 好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那我们这一节里面呢 就给大家讲这两点内容 OK OK 谢谢大家 威哥在手 天下网友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给大家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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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